好 那么说完了这个印尼的洋湾高铁 我们再了解一下 就是目前中国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目前这个静博会 正在上海举行 其实我们印尼呢也是有连续的参加多年 那么这一届的这个静博会有什么看点吗 或者是新的亮点 请这个致敏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燕琳 其实静博会呢是一个简称 它的全称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它的首届呢是在2018年举行的 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了 我们知道第一届呢也是印尼作为主兵国之一 当时一共有12个主兵国 印尼的主兵国呢 它设立了一个具有特别有特色的展馆 当时也是让我们印象很深刻 那么今年呢第六届静博会 我们知道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有一些政府的机构 也是举办了一个专门针对静博会的推介会 也是当时社会反响非常之良好 其实我们在中国 不管是在中国内地 还是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的印尼产品 它通过比如说像静博会这样的平台 越来越多的被中国市民所熟知 像比如说燕窝呀 像茂式咖啡呀 这些印尼特色的产品 也是逐渐的不寻常百姓家了 对 因为其实这一届 您刚才也提到 这一届静博会的一些亮点 除了印尼的产品之外 我们也有一些发现是什么呢 我们也发现这一次美国的产品 也在这次静博会上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呈现 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点 就是这一次美国政府 专门设置了一个官方的展位 对 它这展馆大概有200平民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面积 它的参展商也包括了比如说州政府 还有一些像比如说专业的国家级的产品农业协会 还有一些比如说产品农业产品的出口商 食品的制造商还有包装商啊 等等各个单位都云集在那里进行一个推介 那么总体而言最后我也想说 其实这个本届的静博会呢 它一共吸引到了154个国家地区 以及国际组织的来宾 它的参展商呢就有3400家 然后在线上注册的专业的观众人数 就超过了41万人次 所以呢它是全面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然后呢还有一个数据 跟网界相比这一届静博会世界500强 以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 也达到了289家 也是超了之前的历史的一个记录 其实从这些数据呢 也展现出了静博会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理念 那其实这个静博会应该是 疫情之后的首次这个线下的 一个大型的活动 的确如此 是吧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各种这个活动 也陆续的开展起来 恢复到疫情前的一个圣况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好的非常感谢志明走进我们的演播间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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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